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着下来 温国志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烧的是鸡肉 是 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泡菜来烧 首先我们这个鸡腿有稍微腌过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腌了哪一些腌料 来 我们加了酱油 还有糖 胡椒粉 好 先把它抓拌均匀之后 再加我们的这个玉米粉 再把它抓匀 好 腌过的这个鸡腿肉 我们把它先下锅下来 把它煎一下 好 然后我们今天是做泡菜起司烧鸡丁 是的 这个非常韩式的调味 对 所以准备了泡菜 准备了这个是那种披萨起司 对对 马扎瑞拉起司 然后另外我们在另外这一锅 我们先来炒一下我们的这个菇 我们干锅炒 干锅炒 对 好 我们的红喜菇跟美白菇 这个师傅 我们煸香了鸡腿快 对 煎到有点上色 这等一下会增加这个口感上面的一个酥脆的感觉 然后我们这边呢 好 菇这边把它炒到有点香气出来 对 有点上色 好 这时候呢 我们锅中要再加一点油 好 再菇这边 我们先让菇的天然的原食材的香味炒出来 是 然后后面再加油 再加油 好 加油之后呢 我们要加一点蒜头 好 我们蒜末跟着一起拌炒 蒜头加下来 爆香 好 蒜头爆香之后呢 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泡菜是 等于是发酵的老泡菜 我们要稍微等一下炒一下 让它的这个香气释放出来 而且它炒过之后酸味可能淡一点 对 然后香气可能又不一样 是 所以这个泡菜一定要用油稍微炒过 风味才会比较纯正一点 好 那我们的鸡肉虽然是用煸的 但是呢 因为煸的很香 看起来很像炸鸡 是 把它煎到这样上色 因为加了酱油的关系 所以它有点进化色 它有点上色嘛 有点像炸鸡 对 好 那这样把它煎上色之后 我们再把它加到 我们让它入锅 对 好 加下来之后呢 我们给它 现在要加调味料 给它拌匀之后 加调味料 然后给它焖一下 好 来 这边加点酱油 好 还有一点糖 好 我们调味自己斟酌 因为你买的泡菜可能有咸度 然后你加的份量可能也有一点点差异 胡椒粉 对 那待会儿 还有气势 所以咸度风味 自己可以斟酌的弹性增减 好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锅中像这样 它是属于比较干一点的 我们让它加一点水 好 因为我们菇的水已经被挥发了 好 这个水的话 大概加50cc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盖上锅盖 给它焖煮一下 大概要焖煮多久 大概焖个5分钟 好 同时师傅这一锅也好了 是 那我们这个把它煨煮 鸡肉让它熟之后呢 我们先加这个九层塔 九层塔的话它比较容易黑 所以我们要让它完全熟透 所以最后再加 我们把它拌匀一下 好 而且它也熟得很快 熟得很快 所以最后拌 然后我们最后还会用起司来平和 对 我们让它完全熟成之后 再把起司放下 好 九层塔跟泡菜 事实上都是提香的 对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起司汁放上 那起司跟着搅拌 我们就可以来上菜 这鸡肉嫩到不行你知道吗 很少吃就鸡肉会变得嫩嫩嫩 当然加了一点辣 比较爽口 对 很奇怪的是居然加了泡菜 泡菜 跟韩国人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不过怕吃起来就是很奇怪的 非常搭调 那吃起来味觉也非常丰富 它不是单一的辣或单一的咸 它有九层塔的香味 那讲到这个皮肤上的骚痒 我们算是会变成一种特殊的骚痒方式 胜衰竭本身因为磷 不容易排泄 会沉淀在皮肤下面 跟钙沉淀就变成钙磷沉淀 那一种的骚痒方式 尤其是 在一种骚痒方式 有很少用手 在咸淀 那都可以判断